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会介绍的是 刘福君刘大哥 他今年68岁 有房 有车 每个月呢 还有5300块钱的退休金 要说呀 大哥条件不错 家里也啥都不去 但是呢 就是啥啥都舍不得扔 什么老丈人的棉裤啊 父亲的雨衣啊 还有已经长了毛的褥子 这些呀 都在大哥家的衣柜里 摆了好几十年了 大哥说 自己虽然用不上 但是搁那搁着也不占地方 扔了还怪可惜的 虽然大哥这些年 过惯了这种勤俭朴素的日子 但是他还说了 再找个伴儿啊 我肯定不能苦了他 是刘福君大哥吗 哎呀 灯这么暗呢 这门直接开着了 刚回来吗 迎接你吗 快来了 自我介绍一下大哥 你好 好像元爷那个 刘福君 68岁 丧偶 现居住地 长春市 住房面积70平米 退休金5300元 厅上还放个床啊 放床可以看电视 那平常不是睡这儿啊 我不一定 也是睡里头 那去那屋里我们看看 好的 来走吧 这是客厅 饭厅 对 饭厅 那大厅 那大厅的地方啊 对 这是新房 这是住二多年了 我刚搬到这儿 亲厂给这房子吧 就是我姑娘在这五 这该隔开了 我跟我喜欢那五大厅 五老丈 我喜欢去世的嘛 我姑娘结婚都走了 就也是打个晾腾 晾腾点去 又重新熟实在 刘大哥今年68岁 他一个人生活啊 有13年了 这房子之前 其实是两居室 后来才改成了 一个大居室 虽然地方是宽敞了 可大哥家里的东西啊 是只增不减呢 就放衣服的地方 变柱子 这里东西是真多呀大哥 嗯 过去的嘛 这是那个单子 过去的 你看长的毛 我爸那过去的 雨衣还有呢 那都得多少年呢 那都得 那老多年 五六十 五六十年多 七八十年了 这是羊皮大衣 我老丈人穿才穿的 平马不熟了熟了 你平常也用不上 穿不上 用不上熟不了了 可是哥子吧 这是啥 这是盒子 鞋盒子呀 鞋盒 空盒子 空盒子咋活 装点啥 扔得得了呗 学不得了 哥那哥是不当害呀 不当害 哥到啥熟了 等我姑娘来熟了 我学不得了 刘大哥家里边的东西 不管能不能用 他也从来都舍不得扔 大哥说呀 他打小 家里边就条件艰苦 困难的时候都吃不上饭 所以呀 穷怕了 后来刘大哥的生活越来越好 18岁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大哥进到了汽车厂上班 之后就一直在这干到退休 70年进厂 直接分汽厂 那个总装配 总装配调试 干调整工之事 后来呢 94年我为了玩 就调到那哪儿 也是汽车厂调陆节 陆节全国各地送车 到哪个城市都能玩 因为工作带来的便利 刘大哥有玩过很多地方 大哥不好抽烟不好喝酒 一生中唯一的爱好就是旅游了 所以2013年退休后 大哥也一直没闲着 还是走我买个车 套温泉了 像那个辽宁都开车去 这是垫子 气垫 气垫 这是旅游包装的东西 这是帐篷 这有个大帐篷 这是凳子 这是大闪 这又帐篷又啥的 平常出去也赢了 对 平常又是 疫情啥的 上郡岛 像那个长北山 像那个西婆 北婆都去了 现在要不是受疫情的影响啊 刘大哥早就和朋友们出去游玩了 大哥说 自己不敢在家多待 因为一个人的时候啊 总能想起来他过世的老伴 这一想啊 心里边就别提有多难受了 媳妇呢是到今年十三年 走十三年了 盖儿 胆管 总流医院 哎 一看就晚起了 就因为我那点真能治 我房子卖 我用啥都打 我都治 愧对他 我以前也细心 那么我写在一起 就买一瓶 咱说那个饮料都舍不得 真的愧对他 一想到这 就控制不住 刘大哥总和朋友出去旅游 也是为了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 这一晃都过去十三年了 这些年 大哥从来都没想过再找伴儿的事 但是在今年 身边朋友的一件事 改变了他的想法 我们那个那门 有一个我俩挺好的 他在找酒台的 他说我这有人 那人不在 我就完了 他说我这人不杀不知道 他打电话 找120他就抢就过了 那没人他不死了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 也要找一个 我准备找一个 也是脱离开的 也想找一个 没有负担 对 没负担 人家说走就走 对 身体好的 有双保的 就是退休的就行 听完朋友的经历后 刘大哥也开始觉得 这晚您生活没个怕 还真是不行 所以他就报名了 原来不晚 希望在这儿能找到一位 和他情投意合 相伴余生的人 大哥说最好对方也会开车 这样两个人就可以 一块去自驾游了 那按照他要求的呢 我们的红娘就帮他联系到了 同样住在长春 而且也会开车的 恶书瓶 恶大吉 爱的姐 你给我们叫个梯吧 直接上去了 对 叫个梯 厄大姐 厄大姐 你好 你叫啥 红娘媛媛 这家真畅联啊 一进来 恶书瓶 五十八岁 黎毅 县居住地 长春市 住房面积一百二十平米 月收入五千元 我家里好像没有啥生活气息 咋的呢 没有啥日用品啥的 不像别人家那么好 咱家瞅着可是挺的 这是 一百二 一百二呢 一个人住啊 一个人 哪个是你卧室啊 这边 平时就是就这么按牌摆 摆得这么规矩 也就这样吧 天天就得这样 差不多 反正往里一推就行了 看这屋吧 这是我的小更衣室 这冬天就穿这些先 你看这裤子啊 同一种料的 就可能好几个颜色 是 这不是衣服也是 就可能是同一种款式 一嘴好几个颜色 啥都是 就是颜色多 在机关 这些东西觉得 都挺那个 不花里胡哨的 那咱们工作是干啥 开发区应急管理局 不是那个安全防护 我一般都是说后勤 贺大姐今年58岁 现在还是在职上班的生活状态 不过还有一年就退休了 到时候每个月 能开上五千块钱 大姐说 退休后她啥也不干 头等大事啊 就是学做饭 退休就是第一件事 就是学做饭 不咋会还咋 做不好吃 做不好吃啊 完了做出来东西 我自己都不想吃 平时周一到周五 在单位吃完了 晚间回来 我基本上 吃一个点心吃 喝一袋奶 一个水果 就是晚饭 完周六周日 做两顿饭 那这也有冰箱吗 这边除了大酱 除了大酱 就是大酱 这边除了包米 就是包米 确实没有那么多食材 除了大酱就是大酱 那个饼锅是给儿媳妇准备烙饼的 原来用大勺给烙了一次烙糊了 结果人家没吃 完了我就先买个锅 买个锅到现在没烙过 你人也不来了 贺大姐觉得 这辈子最难的事就是做饭了 也不是做不熟 就是怎么做 也做不出来好吃的味儿 为此她还买了 各种各样的料理书去学习 都是陆续买的 这有菜脯 有面的 还有汤的 使用家庭菜脯 最早买的都黄了 应该是我儿子 在中学那时候 上高中不得带饭吗 那个时候买完给他做饭 结果我做得不好吃 做完了孩子也不吃 后来别人同事告诉我 就是买那个半成品 半成品做出来也不好吃 完后来直接就是 跟那个饭店订 完让孩子上那块去吃 学校附近就是订 一直吃了三年 贺大姐打小在家里 就备受父母疼爱 长大后虽然结了婚 但也因为接受不了 前夫三天两头的出去跳舞 就一气之下离了婚 两个人的婚姻 只维持了四年 之后大姐就带着孩子 一起生活到了现在 平常有没有啥爱好吗 没有什么爱好都没有 就是在家跟他抖音 就活动几下 十分钟二十分钟的 睡觉之前也就完了 马上要退休了 有没有啥计划 将来要是有伴了 就想去旅游去 每个城市都住一小段 完了尝尝好吃的 最大的心愿就是 想吃好吃的 你租出来就 是 就是说 就是可想吃 要是将来有缘分 找一个人会开车的 近道就开车 远道往来坐车 这些年 恶大姐虽然是一个人 但这日子也过得顺风顺水 所以才单身到现在 但是前段时间 儿子的一个突发意外 让她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就是想找是从什么时候呢 就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三月二十四号 儿子晚上出车祸了 我看孩子在那个椅子车上躺着 衣服上全是雪 给我吓的 当时我就坐地下了 等我到家 我也就躺着就不行了 躺了有一周吧 就是都起不来了 就是有点透支了 我以为我要死了呢 那时候我就心里 在家里有一个人就好了 经历了儿子那次车祸后 恶大姐就觉得 自己是时候该找个依靠了 她也开始向往起 两个人互相陪伴 你照顾我 我照顾你 你做菜 我打下手的二人生活了 首先一个吧 得是有演员 我们再一个盐和酒 是真受不了 最好是快开车 我们住房呢 得自己有独立住房 条件这方面跟我差不多 那时候我想的是 三千以上就行了 我退休工资能开到五千 反我自己的养老金 我攒出来了 我要是生病住院 我不花别人钱 完了得会做饭 会做饭挺主要 挺主要 退休的大事就是吃饭 恶大姐对未来老伴的要求不高 只要演员相当 性格合适 会做饭就行 刘大哥勤俭持家 性格温和 开了一辈子的车 那这两个人见面后 会对彼此动心吗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哎 来了 来了 哎 来了 来 来 来 进吧 进吧 这边头一次来 啊 头一次来 这边从来都没来过 嗯 这个能放这不 不怕牙 没事 放这吧 行 那你俩就自己互相介绍一下吧 嗯 我姓鄂 叫鄂叔平 嗯 我姓刘 刘夫君 啊 哈哈哈 那就不握手了 哈哈哈 行 多握手了 多握手 握吧 来吧 来吧 好 演员咋样 行 可以 满意 嗯 好 长得还行 个儿太矮了 好像没我高 长得确实挺漂亮的 就是个儿矮了点 咋得跟我一边高 差什么鞋呀 来 比一下 你看看 我是一米六二五 大哥背对着 你看看 这样啊 啊 大姐是稍稍高一点点 对 是不 那你就是一米六二 或者是一米六一 对 两个人一见面呀 鄂大姐就觉得 刘大哥的身高有点矮 不太符合她的心意 这个时候大哥没说话 心里边想着 身高这个东西 虽然没法弥补 但自己在其他方面 还是有很多闪光点的 我平时就是跟她打了一毛球 打了太极 等我性格好 不抽烟 闻闻有烟闻就没有 没闻着 现在就没有 喝酒呢 就是同学 几乎就是都在一起 烦乐乐喝点 你看这不是喝大酒的人 你看身体挺健康 你现在做饭都不愿吃饭店 都等家自己找 饭做得不好 我儿子都不吃 不好吃 也能做熟 但是你要是像我做出花样的 有什么好吃的味儿 那太难了 我做菜行 谁都是 我媳妇在那都我做 我喜欢做不好吃 所以大姐那时候跟我说 以后退休 我来找老爸 第一重要点就是做饭得好 包饺子 蒸馒头 谁找你都能相互 你看看 该多说的时候 你就不能少说 刘大哥这一顿介绍自己的优点 还真让饿大姐 对他增加了几分好感 尤其是会做饭这一点 让他在大姐的心里 加了很多分 慢慢的 大姐也开始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 我们家在高清区那边 哎呀妈 挺晚 你开车过来的 肉还觉得挺好走的 嗯 你那什么车 我那是解答 我那包来 没啥开 都六年了 跑了不到五千公里 真少 五万公里 平常一般开车 都是出去上自驾游啥的 对 我就跑长白山了 像那个铜卦那边 那个洗温泉 那个五龙背了 嗯 这些挺好 身体也不错 脸色也挺好 玩了开车也行 四处玩 这都挺不错的 玩我这也是好玩 就是性格 看出来你那性格挺慢的 嗯 慢分啥开车快 哈哈哈哈 随着恶大姐对刘大哥好感度越来越高 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呢也越来越好 就在一切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大哥突然接了一个电话 而这一通电话 直接让大姐变了脸色 我最多最多也就是开车了 谁呢 你呢 这里呢 兜里 兜里 哎呀 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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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通电话下来 刘大哥在阿大姐心里的好感度 瞬间就拉到了零 大姐跟红娘是这样说的 刚才这个电话就不行 像刚才那个电话 如果要是有层次一点的 就直接跟对方说了 等一会儿我给你打回去吧 我这边有点事 一会儿再说 就不能这么磨叽来磨叽去 磨叽来磨叽去的话 你觉得他就是说说的时间太长了 说的还都没有用 我还等着 他那边哪有咱们重要 你就自己的事 你就是再着急 这边要是和别人谈话 或者是关机 或者马上告诉 我这边有事 一会儿给你回话 咱们这么多人 就听他这么点小事 约个时间 就约了这么长时间 你要不说停他还打 刚才你还接个电话 同学 约时间 明天 我打扰我 他怎么抓紧 就是说跟你们说 我这有事撂了呢 多不干我 人家给你打电话 得说完了 那不是可以这样吗 可以接完了 然后说两句 我说那行 待会儿给你打过先 我这现在还有事 今天 你说重点不是相信吗 我没想到那么多 当时没想到 当时也是不是有点紧张 大家都在这 然后他爷爷瞅着你 我跟他赔你到下了 当时 对不对 咱说一句 刚才我也问大哥了 大哥也说 这也感觉不太礼貌 突然叫人电话 没啥事 像我都多少年也好 也来不了一个电话 像还是你们朋友多 学是 不是 都同学 都得跟巧 挺好的 都气势场 一看就是 你挺随和 一通电话 反映出两个人思想 和性格上的差异 之前火热的聊天气氛 也被这通电话 一下子就给浇灭了 这时候 两个人都觉得有些尴尬 那接下来大哥大姐 会如何发展呢 大哥 实际也挺好的一个方面 你就差一个更矮一点 你咋得比我高点啊 那我助你找一个比较 高一点的 相亲的时候 突然来一通电话 你是接电话 讲几分钟再相亲呢 还是相问亲再回电话呢 每个人呢 都会有不同的选择 要我说呀 接不接电话 并没有那么重要 只要俩人沟通好了 啥都不是事 大哥大姐呢 主要还是插在 对彼此的演员上了 那告别了恶大姐之后呢 红娘就按照刘大哥的要求 又为她介绍了一位 同样住在长春 今年60岁的张素云 张大姐 张素云 60岁 离异 县居住地长春市 住房面积45平米 退休金2200元 大姐 我感觉你比照片上瘦多了呀 是吗 我现在瘦了吗 但是我现在就喜欢锻炼 就这样的 喜欢锻炼平常 我在工会吧 我们就形体锻炼 成真筋什么的 练习练习舞蹈 我现在就是写形体 但是瑜伽 我觉得好像岁数大了 动作做不来 有点跟不上 那时间多长时间了 差不多七八个月了吧 非常有意特别好 红娘一见到张大姐 就觉得大姐比照片上瘦太多了 原来啊 这都是因为大姐那些体操 跳舞 游泳等多个爱好 而就在两个人正聊天的时候 红娘一抬头 注意到了大姐家里的一样东西 刚才一进门 我看着这墙角啊 你是按个摄像头吗 因为吧 我女儿生孩子 那时候不就天天去喊 几乎就不回来 就按一个这个 有时候搁手机 对 对 我就能看一下 为了安全一下 因为这楼道 下面那锁坏了 就是不安全 那你还挺有这防寒衣服 完了那个孩子们总说 哎呀 你老太子 有什么东西怕丢 又整这个整的 我说整上 我就心里安稳一点 张大姐说 按这个摄像头 不光是因为防荡 更多是因为自己心里边 太缺乏安全感的 过去受过太多苦 遭了太多罪 说到底呀 都是因为过去的那段婚姻 最终张大姐的孩子 我晚上都很吵看电视 就静 看看手机就睡觉 性格都变成孤独 你看我妹妹 过年过节一来 人多啊 我又做饭呢 又干啥呢 待一会儿行 待一会儿多了 一妈我就心了 就闹心了 完了我妹妹说 你一开始闹心了 到时候我们都理解你啊 我们吃完就走 我说别得吃了 玩一会儿 大福 现在张大姐有时间 就去练习跳舞 游泳健身 每天都活得开心 活得充实 人生总归是朝前看 大姐也考虑了 晚年生活是该找个伴 一起过了 能有个人和自己相互扶持 和和美美地走完 这后半生 就是最好的结局 我先要找一个吧 脾气好点的 能保佑我的 我没得到男人的爱 咱们不说有多爱 就是说 你对我关心点 我对你也关心 我想找一个 少少偏胖一点行 完了就演员到了 脾气秉性点 能瘦他一块就行呗 张大姐就想找个 能疼他爱他 呵护他的人为伴 而刘大哥温柔体贴 脾气温和 是大姐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于是红娘就在两个人之间 牵起的红线 那他们的见面 又会发生些啥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大哥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走岔路了呀 我回头接电话吧 原来设的往南湖打入 拐过又拐过来 我说本来吧 我给你发位置 你要开车来 你发个小时能到 我一看 不是堵车 这两个都堵上 是吗 好 好 好 哎 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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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不用不用 黄姐 不用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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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快直接进 进来 没事 给刘康介绍一下子 二姐张苏云 刘福军 你好 巧子本分也挺好的 感觉这眼睛还挺实在还行 但是我没有演员 我看到他就是没有那种 我相差老伴的那种感觉 虽然刘大哥对大姐印象不错 但张大姐对大哥却没啥演员 今天两人的这场相亲 第一关还没过呢 大姐就对大哥有想法了 她这个人怎么说呢 肯定不是那么大度的人 大方的那种 为啥会这么感觉呢 你到我这来去往来说 我不说涂你点东西 买两个钱东西都好 你的意思是 你没领点啥过来 对 咱不说挑人的 咱就说这个人 就是说历程礼节方面 我要去她家 肯定我要买东西拿过去的 虽然我是女的我也得去 可能就是说 每个人习惯啥的也都不一样 人就是没想到那块去 而且这不相亲 你不得先看吗 人也觉得 我得先给你见面先看看 是不是 就今天过来 咱那个 没领点啥呀 空手来的呢 着急吗不是吗 不着急吗 走错道了晚了 哎呀拿不拿 都不说话也没事 把她见面就是缘分嘛 就是这样 第一次登门拜访就空手来 刘大哥心里确实没想到这一块 何况今天来的路上 还耽误了不少时间 张大姐表面上没说啥呀 可心里边却对于这个理由 并不满意 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气氛呢 刘大哥又主动 闹起了家常 你平常都喜欢 运动了 先旅游了 或者喜欢什么 我就喜欢旅游 游泳 完了游的时候 有时间去上广场 跳那个广场舞 我平时在家 就旅旅游 一年去两次三次温泉 她这种啊什么 泡温泉呢 她这种养生的方式也挺好的 平常生活可健康了 不抽烟不喝酒 大哥不抽烟不喝酒 也挺好的 眼看着两个人的气氛 有所缓和 刘大哥就抓住机会 继续提问 想着能和张大姐 再多了解了解彼此 你现在在哪单位退呢 我就在一个小机体 那个双保自己交 还是全是都是那什么单位交 我医保社区的 社区自己交 社医求新是当时下岗之后 然后陆续这一年 自己就弄了 自己交 整理不多 还两千两一点 我是一起退休的 我一三年退的 这个工资开多钱呀 五千三 聊工资太少了 出去玩的咱们不说不用 不用一般不用的钱 就是我花没了 就没有 一个工资 要是上新疆的话 去一趟来回 也得玩玩的 聊到工资 刘大哥这心里边就有点介意了 大哥理想的晚宁生活 是两个人能说走就走 四处旅游 可光靠自己去支撑起两个人的费用 也不太够啊 张大姐可能也看出了大哥的想法 一时间两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小心思 我要找个自己喜欢的那种 有演员的 他看我 哎呀 就好像 哎呀 我咋刚认识你呢 我咋认识你完了呢 那种感觉 我想要那种 我就直话直说了 这就说 大家演员差点 行 交个朋友也行 咱们是不是 交个朋友 祝你幸福 我也祝你幸福 最终啊 两个人没能继续相处 张大姐说 一是因为插在演员上 二是觉得刘大哥去他家没拿东西 让他心里有点介意了 大哥也觉得自己确实挺匆忙的 没考虑周全 其实啊 对于这个事呢 我们特别想说两句 相亲的时候 拎点东西 带个小礼物啊 这是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 自然是更好 但要是不带礼物 也无可厚非啊 因为相亲嘛 相的是人 人咋样 能不能处 不能光靠这些表象的东西来判断 两个人性格合不合适 兴趣爱好一不一样 这些才更重要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呢 那好 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样 原来不晚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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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